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channel 我后边就是这个天津去年特别火的这个 狮子林天津大爷挑水的这个地方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今天是什么样子 以及带你们看看周边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地方老猛了 Let's go 朋友们看看前面这个桥就是去年天津大爷挑水的桥 叫做狮子林大桥 为什么叫做狮子林大桥呢 咱也不知道啊 我待会查查啊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人是寥寥无几 可以说是蒙可罗雀 它的上面这个建筑是叫做望海楼教堂 当年这个天津民众在这里爆发了天津教案 当时的清政府处死了16位当时的天津民众 以及赔偿的国外四十九万两白银 这个就是这个教堂啊 呃 然后这边这个河呢是叫做海河啊 你看这还有这个天津大爷啊 在这游泳健身啊 相当的哇塞相当的帅气啊 看前面也有很多啊 然后咱们的楼这边是西边啊 是过去的这个那边吧 啊就是奥兄帝国的租界啊 就在上面呢啊 这个看到这个桥了吧 啊这个桥 就是当年的解放天津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汇施的桥啊 当时解放天津战役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 呃 共产党他们采取的战略就是 从东西 加进啊 然后进攻天津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 东西人民解放军汇施的 这座桥啊就这个铁桥啊 然后这个铁桥上边 这边 就是当年的奥迅帝国领事馆啊 那么距离奥迅帝国领事馆 大概是有不到一百米啊 就是民国第三位总统 跟第一位正式大总统 冯国的这个袁世凯 跟冯国章俩人的故居啊 两个大总统的故居啊 这就是这么一个周边的环境啊 那个是望海楼教堂吗 当时的天津教案 我们下个视频呢 跟大家再讲 然后咱们现在呢 往前面看看啊 看看啊 目前是个啥样子啊 那前面是这个古文化 街码头 因为前面这里啊 就是古文化街嘛 啊 所以呢这里呢 就是古文化街 马头 哇塞 那就是天津之眼 看看 咱们继续往前面看看啊 从这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大爷在这休闲钓园呢 啊 那这边也有一些小 有一些人啊 在这游泳呢 那咱们去前面看看去啊 我刚才查了一下 为什么这座桥叫做狮子林啊 挺有意思啊 因为它上面呢 有很多狮子啊 据说是有一千多头狮子啊 你看这狮子 以及这个 护兰上面 有很多狮子 就跟卢沟桥差不多啊 就有很多狮子 因为是比较多 所以呢就叫做狮子林 这个就像中国西安 碑林博物馆啊 它有个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碑 所以呢就叫做碑林 那么河南 松山少林寺有塔林 为什么叫做塔林呢 因为少林寺那个地方 有很多塔 那塔呀就是少林寺圣人的墓地嘛 所以呢 因为有很多塔叫做塔林啊 这有很多狮子 所以呢就叫做狮子林桥 哈 这就是来这个桥的名字来的啊 那咱们现在呢就看看现在是个啥样子啊 看看啊朋友们 现在这个就是目前狮子林大桥 这边的一个样式啊 可以看看 这上面依然有很多游客啊 据说晚上游客比较多啊 而且晚上这边据说也是有很多人啊 白天不是特别多 我现在大概就是中午12点多点啊 所以呢人不是特别多啊 其实我觉得天津啊 在这跳跳水也挺好 人嘛不就得休闲娱乐嘛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吧 啊挺好啊 我还支持跳水啊 多好 虽然是我不会跳水啊 咱们现在就往前面走走看看啊 兄弟们 你看看这个狮子林大桥上面有多少狮子啊 你看这 啊 啊虱子头 那上边这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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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上边那个啥吧 啊 扑手吧 是不是啊 啊 然后上边你看看这个 墩的 这也是虱子啊 好多虱子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桥就叫做 石子林 桥啊 看这上面的游客啊 还挺多 这些女孩就是 特别喜欢看 我发现 他们是不是觉得大爷没穿衣服 所以呢 就来想来看一看 哈哈 有可能啊 哎呀 这个船 挺独特啊 长得 哎呀 这个桥 这个船长得不错啊 就应该低一声 毕竟 这里啊 又 这个人在这游泳啊 所以他就得 叫一声啊 然后呢 让这个游泳的人呢 注意一下啊 免得出现什么事啊 所以呢 确实需要 鸣笛啊 你看这边还有钓园的 啊 也就这个这了吧 这没什么好拍的 你看 哎 这边应该也是凹熊递波吗 你看这上面这个租界 这 你看看这 这个什么 我待会再查查 有些东西我也得查了 我才知道啊 反正天津啊 有9个租界呢 啊 英法租界 日本租界 俄罗斯租界 德国租界 这租界太多了 啊 法国租界 朋友们 我们现在再来到这个 狮子林大桥上面看看啊 现在是在狮子林大桥的东侧 看看 啊 我们往桥上走啊 看看这桥东侧就是大狮子啊 狮子确实很多啊 你看看 这到处都是的 这个桥啊 是近代建筑啊 就是建过 由于1949年以后 建的啊 看看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 狮子比较多嘛 所以呢 它就叫做 狮子林大桥 行了朋友们 那这个视频呢 咱们就到这里 下个视频 再见 拜拜